这是游戏王中的友禁二人组 人家组队是相互配合 而这俩组队是互坑队友 杂鱼一号的回合 将兵骑士当作祭品 召唤高宫的兵之帝王 其效果可以破坏场上两张魔法陷阱 好家伙 刚上场就搞事 直接吹飞了剑山的环境魔法 这下三角龙攻击就与兵帝相同 而且杂鱼还有后手 永续魔法兵帝之城 你确定兵帝能助得进去吗 那不重要 主要是搞针对 此卡配合兵帝 杂鱼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剑山 是人均一个罐子 抽两张 然后发动魔法砍地震 将场上的怪兽都转换成守备 而剑山就趁机召唤怪兽 是300弓的杂鱼飞禽 配上改良版的超进化药 将飞禽当作祭品 从手牌特招出黑暗霸王龙 杂鱼一号紧急叫停 因为有兵地之城要下降攻击 但也依旧够用 攻击搞起 而杂鱼则还有盖牌 陷阱卡反射版 可以特殊召唤出零的反射版 强行改变攻击对象 其效果是吸收对方所有攻击 并且将攻击反弹给同伴怪兽 我靠 这是要搞老子啊 没错 就是要搞你 他喵的老子也有 杂鱼二号也发动个反射版 表示反射版还有个效果 就是受到战斗之外的伤害时 令伤害无效 并且扣除对方500生命值 剑山感觉这攻击值啊 一个打三个 杂鱼一号表示反射版也是组队卡 当两只凑齐时 可以反弹所有攻击 杂鱼二号的回合 也是将雷骑士当作祭品 召唤雷之帝王 其效果是召唤成功时 破坏对方一只怪兽 哦 痘痘感觉糟了 杂鱼二号果断下令 让雷帝直接攻击玩家 等等 这攻击老子要了 陷阱卡回转舞台 可以更改对方玩家的位置 也就是说 剑山要承受雷帝的伤害 他喵的还得是你啊 这是要抢队友人头啊 杂鱼二号被其妙 你忘了摘王老妹的命令吗 好家伙 摘王老妹就是同时也是的暴风 没错 看老子转移话题 好吧 这个杂鱼二号果然不太聪明 而这十万丈目出现 他来请摘王老妹出山了 我靠 是个美女撒